然後第一 然後我這樣用一用發現就是它的 按鍵配置 你需要有一個很強的 很強的 OK這樣稍微用一下我覺得你的 好那使用這支手錶一下 OK這樣玩一下下之後 我覺得你如果要用這支手錶 你要非常的有調 OK那用這支手錶一下下之後 那這樣玩一下之後 我覺得這支手錶它比較不是一個 OK那這支 OK這樣稍微用一下 我覺得它這支手錶 比較沒有辦法辦到之前的 可能像是盲按 就是按一按就知道 我或者是肌肉記憶 就是我按幾下就可以 進入到哪一個東西 然後做什麼事情 因為那個功能真的實在太多 然後每一個功能的按鍵配置 又會重新就是不太一樣 有時候按這個是下頁 有時候按這個是上移 我覺得這支手錶跟傳統的G-Shock手錶 就使用的操作邏輯概念不太一樣 因為它的按鍵 它上面就已經有兩組按鍵 這裡一個是寫Mode 一個寫Reverse 所以一個按鍵就有各種不同的功能在上面 所以你在不同的選單裡面 可能有的時候下一頁也是按這個 有的時候下一頁也是按這個 然後有的時候這個又變成確認 然後你就會變成有點手忙腳亂 有的時候這個是上一頁 有的時候這個又是操作設定什麼 你操作邏輯就是稍微比較複雜 不像之前的可能這邊就是設定 這邊就是下一頁下一頁Mode 不同的Mode這樣子 這個就是稍微複雜一點點 就會有一層一層一層的關係 就是 這就是一個 對這就是一個如果 對這就是一個對G-SHOCK可能已經比較熟 或者是你對它舊的產品系列 按鍵的按的方式 你功能在哪裡 比較熟的人可能會有一點障礙 那如果全新或者是你已經有數位全電子Apple Watch之類 那這種可能我也不太知道會不會有所改善 這個就是對一個就是可能G-SHOCK用很久的人 那你有一些操作邏輯已經 哇肌肉記憶 但是這裡就是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就是對一個G-SHOCK 就是長久使用者用下來 那不管它 這就是一個G-SHOCK 長久使用者用下來 就是養成那種肌肉記憶 在這裡可能是沒有辦法辦到這件事情的 就是整個你要打掉的重鍊啊 就是功能啊設定啊Display這些都不太一樣 就是你要從頭開始玩完這支手錶 那第二組 那第二個功能 這裡有第二個功能 它是一個有點像是運動 有組數 就是一個是運動 然後一個是休息幾分鐘 然後在下一組運動幾分鐘 然後休息幾分鐘 然後你可以選擇你要幾組 然後你要時間多長多短之類的 這個就是比較是運動健身的方面 第二個功能就是比較是運動健身的就是有一個運動 然後第二個時間是休息的時間 然後你可以設定各種組數 就是你要做幾組啦 所以就是運動休息 然後運動休息 運動休息 運動休息 然後你看你要做幾組 第二個功能就是有點像是運動健身才會用到 就是運動 然後休息 然後你可以設定不同時間 假設運動10分鐘 休息5分鐘 然後你可以設定幾組 這樣子持續做下來 那第二個設定 那第二個功能就是比較像是運動健身才會用到 就是運動幾分鐘 假設10分鐘 然後休息個5分鐘之類的 然後你可以設幾組 我想要做10組 這樣子 就是一個運動健身可能會用到的東西 那下一個就是 那下一個就是非常 那下一個就是非常基本的 那下一個就是stopwatch 馬表的部分 那這個馬表的部分 有人說它的缺點就是它只有1秒開始寄 因為舊的G-Shock 別的 舊的數位電子G-Shock 那下一個功能就是stopwatch 就是馬表的功能 那它有一個特別的部分就是它1秒來寄 最小就是1秒 它沒有0.000幾秒 就是之前的G-Shock的其他的電子表會有0.000幾秒 這個最小的單位就是1秒 所以就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是覺得沒有什麼差 就沒有要這麼精準 我到底要什麼時候可以按 我的手也沒有那麼精準 到我可以按到那個0.000幾秒這樣子 喔 根本沒有屁用 手指的樣子 Pin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下一个就是你的动态 就是你有时间 下一个就是你的运动动态 就是你的运动的时间跟距离 下一个就是你的动态 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要连蓝牙 下一个就是你的动态 那你就可以有你的运动时间 还有你的移动的距离 就是你的移动的动态 它都会记录在这上面 最后面这里有一个 最后面有一个通知的选项 这个就是要连你的手机蓝牙的部分 然后你就会跳各种通知 但是你使用蓝牙 你的电力就会比较少 就是比较快用完了 所以你如果想要用两年 宣称两年的电力 应该是你要把蓝牙关掉 好 OK TABODO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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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上的冰箱